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35.3度 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时候的 虎外天气了 目前马祖31 金门32 澎湖32度 台湾本岛部分 台北市的温度34 中部地区33 南部32度 但是在加以阿里山 高屏的山区这个地方 已经开始在 发热对流起来了 东半部地区 现在目前也是天气晴朗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 我们可以注意到 云层的发展 随着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正在逐渐的减弱 我们台湾上空 今天开始 我后真雨逐渐的 由山区的部分 会开始逐渐的出现 明天的话 平地的部分也会多 但今天下午 在靠近山区跟平地之间 有些地方就开始 有点热对流的发展 所以要注意的就是 未来几天 三八号要增加了 那昨天在日本南方的低压呢 因为要接近到 日本南方的近海的时候 已经减弱了 但我们注意 从关岛一直到日本 这个区块来说 是一个大的区低压带 这个低压带当中 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未来的五六天 都会有些热带扰动系统 有可能在里面发展 那以目前来看 大概到下礼拜一的时候 会有热带扰动系统 逐渐地到达 琉球群岛南方的海面上 也就是说 到了周六周日以后 我们就要注意到 这个区块的热带扰动 有没有发展起来 是往琉球日本方向走 还是要接近我们台湾 当然系统没生成之前 现在来断定 言之过早 来看到地面天气涂了 地面涂上就可以注意到 低压带 现在目前有些低压系统 未来的三天 会有一些发展的机会 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算舒适 白天的温度仍然闷热 中部山区开始有午后阵雨 南部山区 今天下午就晒爆 东半部天晴 外岛地区天气晴朗 还是要提醒你 户外活动要防晒 明天的温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